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有些女人一生下来就非常的富贵 财运也非常的旺盛 有些女人一生下来就是富贵命 财运非常的好 即使她们没有富贵命 但在生活中她们也能够过得非常好 那么如何判断一个女人的财富是否已经达到了富贵呢 哪些面向会有聚宝盆呢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一 眼如寒玉 嫁贵夫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精气神 双眼的眼皮形状不受限制 首要还是看一个人的目光 假如一个人的目光含蓄而坚韧 看上去温文而不伶俐的话 这种人一般性格较为的大方 处事也比较得当 若是目光明澈而干净的话 则心里也比较得纯净和仁慈 简单嫁贵夫 甚至会嫁到某一区域的豪门贵族之中 二 鼻指耳后 有主见鼻梁代表着一个人的品德和主见 耳朵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力和福分 假如一个女性的鼻梁长得高挺直靶 耳朵长得饱满扎实的话 这种人一般智力较高 很有主见 欲是不喜欢盲从于别人 并且有着很强的执行力和行动力 定力十分强 干事不疾不徐 也不喜欢急于求成 心力强壮而镇定 人品也十分的正派 干事慎重 待人和气 分缘特别好 自身工作开展十分不错 也能忘父祝福 三 鼻头有肉 聚才鼻子在相学中为财博公 代表着一个人的才气和蓄才力 假如一个人的鼻头长得丰盛有肉 看上去比较扎实的话 这是一种聚才的象征 常有此种鼻象的女性 大多性格宽广 心理仁慈 懂得为别人考虑 有着很强的包容性 并且持家有道 家里家外打理的有条不紊 必有荣华在身 四 封门不露 守财封门便是鼻孔 所谓的封门不露 指的是鼻孔不显露 鼻孔显露的话 也称朝天鼻 简单破财 鼻子为人的财库 而鼻孔就相当于财库的大门 封门藏而不露 代表着聚才才能比较强 这种女性一般存钱 才能比较强 不喜欢乱花钱 并且有着很强的理财意识 婚后金钱也是越积越多 简单成为小富婆 五 蓝台有所 守财蓝台指的是鼻头两边的肉 所谓的蓝台有所指的是鼻孔不显露 且鼻翼两边的肉长得较为紧实 这种鼻象的女性一般心理细腻 干事谨慎 自我控制才能十分强 关于金钱的驾驭和管理也十分的理性 有着很强的储蓄观念 花钱很有控制 可以堆积下丰盛的财产 六 太阳学平满 圆满婚姻太阳学部位 在相学中也称为尖门或夫妻宫 坐落眉眼的尾端至发际线之间的部位 代表着一个人的爱情和婚姻运势 以平坦光亮且微微内凹为佳 假如女性的太阳学位置长得较为平满的话 这种女性一般心理豁达而大方 干事大气而慎重 考虑问题很有才智和格局 不喜欢斤斤计较 懂得照顾丈夫的感受和想法 有着很强的理财意识和理财才能 婚后妇畅夫随 婚姻较为和谐圆满 七 颧骨丰满 颧骨却代表了一个人的痊愈和个性能力的强弱 如果女人的颧骨长得平直有势 颧骨丰满有肉 这种女人一般做事很有原则 心地比较正直 头脑比较聪明 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也很强 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 待人处事非常认真 也很有上进心 属于典型的旺夫相 不仅自身事业上的财运较好 婚后还能对丈夫的事业有很大帮助 一生婚姻稳定幸福 聚财能力超强 8.印堂空旷 印肩极为眉肩之处 在相学中又称命宫 代表心性气度及事业财运 而天仓部则位于前额两侧太阳穴 稍上方之处 在相学中则代表聚财能力 假如女人的印堂 长得宽阔而平坦 天仓部位长得风龙丰满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心地善良 性情平和 心胸宽广 有包容性和爱心 不喜欢与人计较 特别是乐观 遇到困难和挫折时 可以从容面对 一生过得轻松自在 人员财运都很好 聚财能力很强 9.天庭饱满 天庭就是我们的额头 有没有额头其实不重要了 只要看下巴就可以了 其实下巴并不是非常重要 但如果你看了一眼下巴 就能看出运气好坏 这就是下巴的问题了 下巴可以看出 一个人有没有负贵命 当然也可以看出 女人运势是否好 天庭饱满会给人一种 非常有福气的感觉 这种女人不仅不愁吃穿 也不愁没有钱财了 在面相中 天庭饱满意味着 她们很聪明 眼界高远 眼光独到 有着很强的开拓精神 对于钱财 没有太多的欲望 属于聚宝盆一类面相了 这类女人有福气 也会给她们带来很多收获 一生中 必定不愁吃穿了 十 纯形方正 相学中 嘴代表一个人的表达能力和进食 表达代表一个人的关系 进食代表一个人的享乐欲望 可见一个人对人际的态度 假如女人的唇形长得方正且上下对称 唇色红润的话 这样的女人大多性格非常开朗外向 具有很强的交际沟通能力 而且机智灵活 人缘非常好 说话也比较得体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说 做事特别有条理 属于难得的贵人之相 并且身体健康 待人热情 做事精力充沛 一生福禄运势丰厚 一居高位 具大财 十一 被粗腰圆 腰是一个人财运的象征 腰是一个人责任心的体现 腰是一个人财运的象征 腰是一个人做财的能力 女性若长得背后腰圆 有肩有臀 代表财远足 事业顺心 这种女性一般性格温和大方 做事她是稳重 对事业很有责任感 对家庭很有责任感 心态积极健康 不喜欢过多烦恼 很有上进心 身边的贵人较多 一生家业丰盛 晚年享不完的福 十二 下巴圆润 下巴是代表一个人的晚年运势 如果下巴圆润有肉的话 那么这样的人 大多都有不错的晚年运势了 下巴是女人的聚宝盆 俗话说得好 下巴长如瓜 风盈肥厚 下巴圆润代表着自己晚年可以富贵 也代表着晚年运势非常好 女人下巴圆润 且长得丰满丰润 是富贵命的象征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富不过三代 之说 因为下巴长得丰盈且丰满 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财运 除此之外 若是一个人下巴圆润且不干瘪 并且下巴不长歪 则是比较健康的下巴 也就是常说着说的地隔方圆 这样的女人 无论男女财运都很好 她们一生运气都不差 十三 下巴肩 下巴肩的女人 有着很强的聚钱能力 不管在生活中 还是工作中 都是很好的 所以她们会有很大的财富 不仅是她们在赚钱方面 是很成功 同时也是很能赚钱的一类女人 拥有肩下巴 肩者 其性格也是比较温和 不像那些脾气火爆的 那么很容易让人觉得 这个女性是非常的暴躁 而且肩下巴更容易招财 因为肩下巴 就像一把利剑一样 锋利无比 在生活之中也容易成为一味富豪 女人长了肩下巴不仅财运好 而且还能够积累不少的财富呀 十四 柳叶眉 行柳叶眉形 是望夫一子面向的一大特征 所谓的柳叶眉 就是眉心的弯曲幅度较大 眉毛能从眼头长长地 到达眼尾后方 这种眉形的女子心肠柔软 有很好的望夫一子运气 且拥有这种眉形的女子 不常见 男士们需把握良机 十五 眼睛有神 眼睛有神是望夫一子面向的一大特征 眼睛有神 而且眼睛黑白分明 这样的女子具有很好的帮富运 特别是在丈夫低迷的时候 能够陪同左右 相扶相助 如果是眼睛没有神采 还充满了血丝的女子 本身运势较差 心骄气躁不仅不能与丈夫良好沟通 跟孩子也会交流困难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